男友不给晴空购物车怎么办 看看沈叔叔怎么说 渣男 宝贝她是个渣男 天使给了女人因为金币 只要谁收下这枚金币 就是她的真命天子 但是太难了 连金币都放弃了 金币拍送失败 请重新申请 这就是喜剧大咖沈腾主演的 淘宝双十二客座档电影《三个金币》 该片由金像奖导演曾国祥指导 商业曲子《罗永浩惊喜特串》 七月宇安生《少年的你》都是曾国祥指导的电影 那这个金币也绝对不简单 拥有一颗金币就能实现一个愿望 这也太妞了 沈叔叔饰演负责发放金币的实习天使 这天一个小男孩打了电话 他说我的爸爸妈妈要离婚了 因为我太笨了 每次考试都考零分 所以爸爸妈妈都不想要我 小男孩的愿望是考一百分 天使给了他一个金币 但不是考一百分 而是刚刚及格 小男孩不满意 给了差评 接着一个男人打来电话 他的项目得不到领导的支持 因此渴望得到大家的认可 天使给了他金币 所有人都对着他点头 但当他介绍完自己的项目 领导依旧点着头 说了不能 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 男人回来又给了差评 连续几个差评 天使要被开除了 他恳求管理员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突然 传送口出现了三枚传缩金币 但天使没有选择回到过去 而是穿越到未来 其实天使的选择并没有错 只考六十分的小孩 他的父母不再吵着离婚 反倒是团结一心 想把孩子的成绩再提高一点 濒临崩溃的男人 看到不会点头的流浪汉和前女友 才意识到是自己太贪心 因此释然 原来他们虽然没有在拿到金币后 立马得到想要的结果 却意外地认清了自己 收获了比愿望更实在的东西 初心 最终十七天使被留下 成为了真正的天使 守护每一个属于他的客户 现实中的你也要相信 虽然天使不会给你幸运金币 但淘宝会 淘宝双生二送金币 请在西瓜视频关注账号 三个金币官方账号欣赏全篇